大家聽嘛 大家好我是第一號三賽九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一段當口相聲 麥圌 蘇定國男洋人 15歲屬牛 綽號叫阿牛 阿牛他媽媽又怕去冤士辦人的事情 这渊室在哪呢? 在你打开河南省地图 中间有个南洋市 市中心有个渊城区 就是以前的渊室 南洋很大,有住乡下 所无法渊室得花七八个小时 阿牛十五岁,他一起 妈妈一岁,他总是 好啊,他大了一番耶 妈妈火了 好,你再不出门 小心走遍路遇到鬼 阿牛一眼,一番 最好是啦 一番最好是啦 阿牛出发了 天真假暗了 越走,越暗 越走,越荒涼 越走,越荒涼 越走,越觉得四中凉 鬆鬆的,天生生的 偶尔风吹草动 真是鬼迷重重啊 阿牛不知不觉的夹快的脚步 一个转位 哎,前面有个人 阿牛积重上前大喊着 大叔,大叔你能不能跟我啊 大叔,你能不能跟我啊 大叔,你能不能跟我们就业了 那人,说话 瞧我也是,你一个人是吧 那人,没搭枪 哦,是啊,你也是一个人 您不爱说话是吧 很好,我也很不爱说话 那不然咱们怎么一起走吧 先问,呃 您怎么成功啊 鬼 啊,你谁 鬼啊,啊 各位都知道这鬼说的是实话 他真的是鬼 但是六章回答的 问,你谁啊 不鬼啊 就是好比我说 有谁啊 我小朋友一丝丝一样的 再来一次 鬼整个跟人差不多 本来嘛 我就跟人找的差不多 再来就是皮肤吧 惨白啊 可就是身前是包装 也太黑了 再来皮肤也是巧克力色 呃,不像 那鬼又问了 呃,你是谁 你去哪里 哦,我是 他有话的 我直接转捏一下 人说见人说鬼话 见鬼 当然就是说鬼话 他都说鬼话了 我还跟他说人话开发 所以阿能说了 跟你一样 我也是鬼 跟你一样 这鬼又问了 你稍要去哪里啊 哦,大叔 我是要去圆城 您呢 刚好 我也是去圆城 那 大叔 不然咱们一起走啊 好啊 在路上走着走着 阿能问了一个问题 打破了一次的成绩 大叔啊 我想请教您 几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好 有什么问题 你就问吧 是啊 这人 为什么怕鬼呀 鬼很可爱啊 啊 那 鬼又怕什么呢 怕人啊 啊 怕人 鬼怕人 呃,这个说不对啊 老大叔 给我解释解释啊 哎 这个小子 终于就不懂了 我们鬼呢 不是怕人 而是怕人身上的一种东西 这个很爽 哪怕你沾到一点点 立刻就变出身啊 所以哪有说像真的 你就别往那里去 哪里骂你由相声的观众呢 一听 一乐 不自一声 口水都飞了出来 那这样我们还有细唱啊 对不对 诶 各位想不到啊 相声居然还有虚文有效 走走走走 然后破了河 就要准备清真似的 阿牛 关下啊 连起不管 哎呀 骑了 世界十大习惯啊 那帅叔叔呢 从水上飘飘飘飘飘走了过去 而且还在河上跟他招手呢 来呀 快来小子快来 呃 我没得过河 阿牛不好意思的 说了声 大叔不好意思啊 还要劳烦你 没有 阿牛刚喷上那鬼 分钱吧 那鬼一蹦了起来 哎呀 你 你不可能是我 大叔 怎么我不是鬼啦 我也不知道 像你这么重的 大叔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心鬼 刚死不久 我身上有人的记忆 人的气味 还有人身体的 人身体的温度 所以这三样东西加强 能够不重吗 你说是不是 大叔 您动动的 想一想啊 真鬼为什么哀了嘛 所以呢 真鬼事情就是个梦袋 做了鬼 做了笨鬼 最麻烦在座的各位 有事没事 请多多动脑 好吧 过了河了 准备 情缘室 阿牛把 那怪叔叔把阿牛给放下来之后 阿牛可切了 我那叔叔捡了 大叔啊 多谢你帮我和河 那 不然和我背影如何啊 那鬼说了 哎呦 你这小子还挺有良心的啊 哎呦 刚一般想要 咱们拍了上来之后 哎呀哎呀 起了起了 阿牛就觉得起 你追凉 真的是鬼 好奇了好奇了 你这个鬼有多重啊 据说美国科学家测量 鬼只有二十股克 德国科学家也说了 鬼的重量呢 就是人身前的体重 属于人身前的速度 才是得上0.618的二次方 请问这样够轻了没有 冤枕走在里面 出了 那怪大叔拍一拍阿牛的肩膀 哎小子帮我下来 哎帮我下来 啊下来 阿牛像是你 啊 阿牛输了 大叔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但是 谁叫你吃鬼呢 阿牛 偷出 往那鬼身上 刷了隐身的口水 我嗨你口水 嗨你口水 嗨你口水 阿牛实情在这里哼口水 那背上呢 就觉得 好像有东西 把东西摔下来看 才发现 是一只羊 于是阿牛就把 那只羊牵到市场 卖了个好价钱 从此以后 人们便传说 硬服卖回得钱 这个故事对我们后世们影响非常的大 为什么还要说给大家听呢 这就是人说的 人心小二受魂一首 也有人告诉我们 这故事是告诉我们 人道童苦相为盟 而我认为 它最大的功效 就是 提到我们人们一种 既简单 又不想多好呢 然后能十分达到效果的 一个上队 叫做口水战 我的表演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上阶军同学的演说